几百名游行的人士包括不少长者 先向遮打花圆集会 不少人手持标语 要求设立全民退休保障 参与游行的多个组织和政党都表示 现行的强制金制度 未能够确保市民的退休生活有所依靠 他们之后出发游行到天马南政府总部再集会 将写上诉求的子飞机 钉向政府总部 如意将诉求 传递给行政长官曾荫权 除了退休保障之外 亦有团体在场 要求设立龙瓦长者中心 他们递交请愿讯之后离开 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在社交网页上指 会尽快落实施政报告之中 有关长者照顾的政策细节 唯有需要的长者提供支援 另外 今天是长者日 多项公共交通工具 给长者免费承答 但通胀高企 一些生活在贫穷线下的独居长者生活 尤其艰难 对于他们来说 除了希望政府在经济上帮助他们之外 最重要是 希望社会给予他们多些关怀 基本上是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